这是阿兰德龙和中国的歌星一起表演 自从世界人民都知道中国钱多人傻 只要说好话就能得到钱之后 就都跑到中国来了 这不是最近的事 这是1987年 1988年的时候 阿兰德龙 比阿兰德龙来的更早的是格里高里派克 我这也有我拍的派克的照片 这是阿兰德龙 这个是唱那个什么龙的那个 叫什么 侯德剑的前妻 成林 阿兰德龙原来是散兵 比Kiki还老 Kiki就是散兵 阿兰德龙50年代就是电编斧的时候 是应征 是法国散兵 参加过越战 以后穷小子出身 成为大明星 那时候是中国 全国的崇拜的偶像 法国嘛 文化之都 环球 荧幕之类的 都把它蹬到封面上 阿兰德龙有很漂亮的蓝色的眼睛 他演的最著名的电影是佐罗 那个时候中国的新闻照片都是政治新闻 像这种去拍这种突发性的事件的记者不多 我刚去拍的时候被警察抓起来 抓我的是潘永珍 后来是西城分局局长 后来有人拦中南海的车 他犯了错误 才没升上去 那时候潘永珍时代 这些都是阿兰德龙 他的眼睛很漂亮 演了好多动作片 刚才我说的最著名的是佐罗 和警察的誓言 还是叫警察的故事 他演了很多很多的警察 把他引进中国的人是 玛丹姆宋 玛丹姆宋是 这是在北海的团城 这是阿兰德龙 我用的是135毫米2 尼康尼克尔镜头 尼康FM2机身 和日本富济阿萨400的胶卷 现在看来 确实有不同于数码相机的质感 这是当时记者提问 向阿兰德龙 他说了一句语经四座 得罪了全体中国人民的话 他说北京的水是不能喝的 这是把他引进的买单子送 左面这个位女士 拿着话筒的 这个是北清报吧 那会儿后来他又去中清报 又去哪儿 陆中秋 当时天朝人 帝都人都认为自己是最好的 阿兰德龙到了故宫 结果是说中国北京喝的水不合格 他不喝 他只喝 从法国带来的矿泉水 现在我们才知道 就是卖的最贵的那个伊云 这是在故宫里 那天下着雪 气候跟现在差不多 应该也有雾霾吧 但是我们不知道那东西是雾霾 因为那个 后来是美国驻华大使 才说有雾霾这么回事 这是阿兰德龙亮的眼睛 他就跟记者争起来了 他坚持认为北京的水不合格 我住在石沙海 生在石沙海 长在石沙海 现在还活在石沙海 我一直喝的这个水管子 好像还都是解放前留下的旧水管子 因为经常会喝着喝着水里边 就会掉出一点那个铁锈之类的东西 一直到现在 石沙海周边的排水 排污 雨水 这几个东西还都是混合在一起的 并不像世界发达国家是都分开的 我爷爷1958年写过一个提案给政府 就是说 应该把北京的粪便 污水和雨水 这三个下水道分开 据我所知 石沙海现在周边 胡同里还是昏了 这是阿兰德龙 对北京的好多事 感到很惊奇 很惊讶 或者做惊讶状 当记者提问的时候 他也是很认真听的 这是我绕到阿兰德龙的背后 说你小子怎么乱转 因为我是搞突发事件的 战争动乱 我的镜头永远是移动的 我并不在乎 这张照片的右边 这是My Dame Song 就是宋怀贵 宋怀贵 这是阿兰德龙 My Dame Song是中国第一个 嫁外国人的人 当时不许嫁外国人 他爱上了一个法国的软雕塑家 说是法国人其实是马其顿人 也就是那个古希腊 亚历山大的后代 但是中国不许他跟这个人结婚 于是他就大闹 一直闹到周恩来那 最后周恩来批准宋怀贵 和他丈夫忘了叫什么了 是中国第一个 设外 新中国第一个设外婚姻 这是My Dame Song 这是阿兰德龙在故宫 阿兰德龙说中国的水不合格 是他喝了阿尔卑斯山的水 从欧洲在地中海到这 看我们不合格 可是我这个生在实海 长在实海 一直到现在 我每天喝的水都是自来水 我从不喝那个 不是从不喝呀 边上也买那水挺费劲 我也买不起 我只是喝自来水 不仅喝北京的自来水 也喝伊拉克的自来水 阿富汗的自来水 巴基斯坦的自来水 我认为一个人 如果没办法 喝当地的自来水 呼吸当地的空气 你就不该在那住 这些都是阿兰德龙 阿兰德龙是最早 关于我们日常生活 就是衣食住行吃喝拉撒 对北京的水 提出疑问的人 尽管他的观点 我并不完全同意 但是我们必须承认他的眼光 跟我们是不一样的 我们是土生土长 对这儿的各种生活已经熟悉 你看阿兰德龙还是很有范儿的 我当时拍照片也是很讲究的 不像现在 我认为照片主要的是内容 和不干涉 不像 阿兰德龙 左边是麦丹姆宋 麦丹姆宋呢 那个是当时所有的中国的文化自由主义者的 呃 庇护者 他经常免费的请那些人吃饭 像比如像 后来嫁给那个谁 后来也是嫁到法国的 是叫眼目马人的 叫丛威 还是叫丛山呢 啊 还有是像什么姜文 啊 有过设法会设法婚姻的 像姜文 呃 苏小明就唱军党的夜的那些人 都是整天在买单子送那的 呃 这样子 这是虫子 这是李明放 虫子是害虫 嗯 这是张燕辉 嗯 嗯 我的信息最零 所以我占据的位置往往更好 呃 我呢 觉得一个通讯社记者 永远应该跟人分享新闻 所以我总喜欢把我的事告诉别人 嗯 嗯 现在看这些底片觉得挺逗 嗯 嗯 已经是好多好多年前了 啊 呃 他来这儿也不是为了挑战中国的法律 仇恨中国人民 啊 可能他来这儿了 你看他背后的挂着是中国跟法国的国旗 也都是友好的事 他来这儿的主要的目的还是挣钱 是吧 因为中国人多 嗯 市场大 人傻喜会听好话 有彭子远方来不亦乐乎 一高兴 就大傻逼给人好多钱 嗯 所以阿兰德龙 是一个聪明的人 也是最早对我们的日常的饮食空气提出疑问的人 尽管我不同意 但是他具有和我们不一样的敏锐的眼睛 是不是 我来的 您看啊 我去吃着 你们看啊 很好 我去看吧